選擇籌碼強勢股 操盤手非你莫屬 大家好 我是籌碼大師李宗欣 在上個禮拜五的美國股市 早盤本來震盪走低 不過尾盤道瓊漲了500多點 包括納斯達克費城半導體 尤其費城半導體 漲幅也超過3% 來到3.15% 這些殖利率的利空 似乎淡化了 因為就業數據相當的亮麗 美股出現了反彈 台北股市今天早盤 一開盤就開高 最高有突破了16000點 不過開高之後 在10點10分過後 一路走低 我們來看看今天的盤勢 今天的盤勢對很多投資朋友來講 一定覺得 這是三八婦女節的禮物嗎 怎麼會這樣子 今天早盤 開高震盪 10點多還來到1萬6000 然後一路走一路走 越收越低 大盤收盤下跌 下跌了35點 我相信大家關心的是 老師 因為最近很多投資朋友 甚至是一些專業的機構 法人 看了保守的比較多 我記得在上禮拜五有提到 這些看保守的人 你可能要特別留意一下 他之前提出來的論點 也許這些所謂的空投大師 他已經在8年前 6年前 5年前 3年前早就看空了 一路看空到現在 當然最近感覺上是比較 大家投資朋友的心情 是比較有點忐忑的 為什麼 因為殖利率的關係 那我們就看一下殖利率的圖吧 這是美國10年期公債的殖利率 這兩年的時間 這條線這個位置是什麼 這是去年的1月30號 就是台股新村紅盤的時候 當時的10年期公債的殖利率 跟現在不是也差不多嗎 對不對 一樣 如果就技術面來看 假設這個10年期公債殖利率 是一檔股票 有上過我們的課應該也都知道 這個盤整區 這算是套牢區 對不對 從底部反彈上來 這條線剛好是不是壓力 因為在這個之上 就套牢區 所以現在殖利率在1.5以上到1.6 這個地方 它也需要一些震盪 即使來到1.7級 對不對 它還是沒過高 它還是需要在這個時間 震盪整理 操作上不用那麼緊張 因為其實也只是回到 一年前的水準而已 對不對 一年前 去年的1月31號 就在現在的水位 當然兩年前的殖利率是在低檔 兩年期的在低檔 10年期的上來 可是你看台幣有升值趨勢 有改變嗎 沒有 尤其是最近很多的股票 從低檔反彈上來 因為很多投資朋友在問 老師 你以前不是講 10日均線在季線之下 就10均 10MA 在60MA以下 中線是弱勢的 10日均線在季線以上 這是中線多頭的 所以當時在1個月前 2個月前 當時不是建議各位投資朋友 回家做功課嗎 應該還記得 那最近這些數據有變化 我們先去看一下大數據 來 還沒給各位看大數據 再給各位看圖 今天大數據我們看一下 大盤跌了35點 12點 起 抱歉 啟動了9檔 起跌平常28檔 所以多頭檔數少了19檔 空頭沒有增加沒有減少 大數據的分數有跌很多嗎 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在昨天 是上禮拜五是98.4 現在98.3 只差了0.1% 雖然大盤今天是開高走低 剛才要給各位分享的是 我在禮拜天 昨天晚上的大事業話 跟大家分享 因為很多投資朋友在問 因為有些股票他發現 老師陸陸續續 十日均線這樣進行的股票 開始變多了 我說是啊 所以我整理了一個圖 這是另外一個大數據 我特別在今天的節目裡面 把我昨天大事業話的 跟大家分享 這個圖是什麼 這個曲線是什麼 這是十日均線 大於六十日均線的百分比 譬如說全市場 大概一千多檔股票 當時在1月11號 有74.3% 十日均線在季線之上 然後在過年前 竟然跌到32.6% 有三 大概只剩下三成多的股票 在季線之上 有六成多的 在季線之下在這裡 可是從2月17號 新春紅盤見到最低點的時候 開始改變了 指數下來 指數是下來的 可是站上十日均線 站上季線的股票 一路往上增 因為十日均線要往上揚 你要記得 今天的收盤價 要大於10天前的收盤價 它十日均線才會往上揚 就像這裡 十日均線如果要往下掉的話 今天的收盤價要小於10天前的收盤價 所以在各位應該還記得在1月初 在這一段 都漲台積電 漲什麼 這段期間各位應該記得 漲台積電 漲超高價股 還記不記得 但是真的在過年前 其實在指數整理的時候 很多很多原來的 所謂的弱勢股 悄悄的十日均線 已經站上季線了 所以當大盤這裡回來的時候 這個比例越來越高 先來到70的 今天還更高 大盤今天還是跌 可是十日均線 站上季線的股票變更多了 老師為什麼會這樣 全資股的拉迴 反而營造出中小型股的空間 因為這些股票 其實它也不是做空 也不是空頭 它就在整理 中線它轉弱 但是還沒有構成 我們系統做空的條件 因為各位應該記得 我們做多和做空的條件 都要95分 它可能只有-85分 -70分 它轉弱沒錯 但是我們系統 並沒有出現做空訊號 所以我們系統 做空的股票並不多 雖然在基線的股票還不少 現在七成回到基線之上了 所以指數回來 反而營造出很多股票 包括今天的塑化股很強 其實塑化股 之前在新充貨買的第一天 塑化 鋼鐵 造紙 全部都轉起來 包括營建 資產都一樣 這個就是所謂的類股輪動 那是不是所謂的主流轉換 我個人看法不是 資金現在轉到非電子 轉到傳產股 甚至轉到金融股 但是當時 電子股整理完成之後 未來的資金還是會回到 主流電子股的身上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 剛才給各位看了這些大數據 應該很清楚 目前當然是偏多操作 只是偏多操作 你也要有方法 一檔股票 高檔到底在哪裡 我不是常說嗎 高檔我也不知道 那是市場決定 也不是某一個特定主力大戶的決定 因為那是市場交易撮合的結果 我們要 我們的做法是買在什麼地方 買在起帳點 賣在哪裡 賣在 抱歉 我沒有辦法賣在最高點 我不是那種 一路往上拆高點 或者是一路往下承接拆低點的 所謂的操作者 我的操作是買在起帳點 賣在哪裡 賣在轉弱點 今天手上有一些股票轉弱 我也在節目裡面提醒大家 來 雅信在封關那天2月5號 出現大肆攻擊訊號 這是大肆攻擊訊號 紅色箭頭 然後左邊開始沒人了對不對 換手結束 換手完成之後一路往上飆 2月22號新春第三天 41% 45% 107塊半 這天還漲118%了 漲快60%了 59.9% 來 最高點在什麼時候 最高點在這天吧 70多% 3月2號 75.5% 老師這裡為什麼不賣 抱歉 因為當時 事後才知道這裡是高點 那什麼時候賣呢 什麼時候賣 喔 3月5號上禮拜五還有來到130更高 又更高對不對 所以你真的不要猜嘛 到底哪裡是高點不知道 130 可是他今天最平倉訊號了 那你可以在110幾賣掉 我們不可能賣到130 我們不是神 今天如果賣掉的話 從70幾到110幾 到110幾 獲利也相當可觀 今天平倉訊號也出來了 亞信今天終於轉弱了 買在哪裡 買在起帳點 賣在哪裡 我們不是賣在130的 賣在轉弱點 這就是操作 因為最近 Telegram上也有好朋友在問 問到一檔股票 我順便舉個例子吧 在過年前 當時我建議很多投資朋友 回去做功課 因為你沒有我們的系統 你大概只能用我建議你的方法 就是回去做做功課 時日均線在基線制上的 就留下來 那如果時日均線在基線制下的 就太弱換牆 那是當時我的建議 那有些股票呢 我舉例來說吧 因為你沒有我們的系統 你可能不曉得什麼地方該賣 剛才各位看到了 亞信就上禮拜五最高點 賣在最高點的隔天 就是賣到今天對不對 3552同志 因為好朋友在問 老師同志踏腦怎麼辦 因為這一段 同志往上漲的時候你看 同志從哪裡開始漲 從這天 這天什麼價位199 他從199可以漲到370幾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這裡都是做多訊號 但是在這一天 最高點的隔兩天 幾月幾號 2月24號出現 不只是平昌 甚至是做空的訊號 高檔做空訊號滿有趣的 隔天他盤中還有漲停板 收盤只漲了0.15% 盤中還供漲停 這一天跌停板隔天還給你工漲停 然後收盤掉下來 所以如果你有我們這個系統的話 這兩天 剛好你可以賣在一個 360 70塊的高檔 今天剩下多少錢 今天剩下250幾塊 老師這幾天沒有幾天 七八個交易是差100塊錢 對 所以其實就跟上 按照系統操作 因為兩三百塊的國家 我們系統也一樣找得到 找得到標股 例如說前兩天出現訊號 昨天上禮拜五出現訊號的金碩 是不是左邊沒人 是不是盤整形態 突破了第一根 6491金碩 反而還買不少這檔 今天大盤跌30幾點 他繼續創新高 所以你這裡買金碩 是討不到什麼便宜 因為他一直在整理嘛 那什麼時候進去 上禮拜五出現大師攻擊訊號 紅箭頭進去 今天即使大盤回檔 他一樣創下波段新高 其實操作 我希望能幫各位做一個 很簡單的操作方法 因為這些操作邏輯 我們都已經設計在 我們的系統裡面 你就照表操客 按照系統出現的指示 按他的訊號來做操作 例如說同志對不對 進場平倉又進場 這邊加碼這裡平倉 有沒有看到對不對 這裡有個平倉訊號 這裡進場 這裡不只是賣掉 還做空掉下來 從300計掉250 實在是也蠻誇張的 也蠻誇張的 所以很多投資朋友在操作的時候 喜歡低接 當低接不是不對 強制股它有震盪拉回來機會 你是可以低接的 但是如果它發現 你發現它趨勢轉空了 趨勢轉弱了 這裡可不可以低接 這裡可不可以低接 可以啊 這裡可不可以低接 不行 因為這樣 有沒有看到 這裡就不能低接 老實說我370賣掉 300塊買可不可以 不行它再跌50塊 為什麼 因為它趨勢往下 所以趨勢是誰決定 它是市場決定的 市場決定的趨勢 我透過我們的 自負人家決定系統 幫各位用訊號 用我們的規則 幫各位顯現出來 讓各位最簡單 一目了然很簡單的看得懂 包括你的孫子 包括你的兒子看 知道啊 這個箭頭往上就是做多啊 那箭頭往下就是賣股票啊 不困難嘛 很清楚 而且很簡單 也看得非常漂亮 對不對 很清楚 那另外一檔的標故呢 大田 大田還在 大田為什麼在 這天 為什麼我們帶會員進去買 1月27號 這天買進去 因為前天出現大師決策 當天我記得給各位看過 當時的外投本比 26號那天是第四名 投本比是第三名 我上禮拜五給各位看過 外投本比是第四名 所以這天籌碼很好 那這天我買進去 當天我買64塊4 收63塊6 還賠6毛錢 在這裡過年前還在跟各位揪 我說去年 大概賺6塊半到7塊錢 那股價才60出頭 本益比也很低 那營收也持續看好 27% 哇一路往上30% 36% 46% 到了上禮拜五 55%了 反正還在追對不對 還在追 那老實說今天呢 今天下來了 可是平昌訊號還沒出來 那離我們的城堡還在那滿遠的 當然就續報 那另外一檔明安呢 明安也滿妙的 明安呢 法案也是拼命追啊 有沒有 反正拼命追耶 這上禮拜四 這禮拜四的法案買超 禮拜五的法案買超 買更多 買這麼多 哇老師今天這麼黑 老師 法案是走人還是套牢 禮拜五買進去的法案 如果沒走的話 他是套牢的 那我個人看法呢 拉回來 你強勢股的拉回 像我剛提到了 有的股票拉回可以買 有的股票不能買 同事當時拉回變得不能買 那明安大天的拉回呢 明安大天的拉回 沒有出現平昌訊號之前就續報 如果沒有進場拉回來 你是可以早買一點 尤其你看反正 才追這麼兇耶 那拉回來 可能比法案的成本還低喔 那又是各位可以 進場的機會了喔 所以操作上你 不要預設立場 例如說我們看這張股票吧 5223 今天把我平昌訊號出來的沒有 因為我離開辦公室的時候呢 因為現在節目時間提早嘛 5223 安利 我們來看一下他平昌訊號出來的沒有 因為相當接近喔 5223 好 他最後我還平昌訊號出來了 我在印圖的時候還沒出來 我記得在這裡買進去的嘛 買進去 隔天漲停 再隔天又漲停 出了一半之後呢 在這天 我們這天出了一半 這天出了一半 那拉回來 老師 變成這樣 今天印圖的時候還沒平昌訊號 尾盤出來了 好 那怎麼辦呢 老師 你印圖的時候還沒出來 一點的時候還沒出來 那現在一點半跑出來呢 未來反彈起來 我會站在賣方 操作就是這樣 我沒有辦法賣到最高點 高點我賣掉一半 我賣掉一半 但是另外一半呢 他破獻 破獻我只好 按照紀律來操作 安普興呢 安普興 六七四三 安普興今天還不錯 安普興就沒事了 對不對 他有平昌訊號出來嗎 沒有 所以安普興續報 不過有一檔股票 今天平昌訊號出來了 我必須提醒好朋友們 哪一檔 我們來看一下 是哪一檔股票 這一檔 大型股有達 二四零九 當時在二月一號 出現過年前囉 出現大四攻擊訊號 左邊開始變沒人了對不對 結果一路往上漲竟然可以漲20% 漲到19.15已經20%了 最高漲到20.05 漲到26%多了 漲了26%多到上禮拜五 還沒平昌訊號 可是今天啊 今天有的還真的還比較弱一點 2409 他也是 尾盤出現的平昌訊號 出現平昌訊號 要不要平昌 反彈起來 我會占了賣方 有沒有賺錢 還是賺 他沒有大賺 大概15 大概20%左右吧 從這裡 到這裡 漲老師在一些 你看到這些電子股都轉弱了 那是不是要把資金放在其他的標的上 我的看法 我們這樣來說 我剛剛說 這個叫做資金的輪動 並不是主流的轉換 所以 當然你看到這些電子股 我們出現平昌訊號了 但是一樣 他有新的標的 剛剛的金碩不是嗎 同志出現往下了 做空賣出信號 但金碩往上啊 所以一樣你可以找到 即使在電子股股裡面 你一樣可以找到 大戶點火 往上作價的股票 那今天是我們第一次在 提時間提前在下午的2點 以後呢 我們就在這個時段 這個頻道下午2點 每天提早 讓各位知道大盤的大數據 那如果各位 你沒辦法準時2點收看 我們的節目的話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什麼 訂閱籌碼大師的官方頻道 最新的市場資訊 讓各位戰無不勝 左邊是 YouTube的QR Code 記得按讚訂閱點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先進廣告 下集团回來 Panasonic空調 真正省電王 七連吧 業界省電第一 銷售第一 現在買好理六選一 直到四月底 Panasonic 泳城國際投庫 明知誠心 專業 客戶至少 力量掌握市場先機 陣容堅強的知名分析師 一流的研究團隊 專業扎實的研究分析 為會員創造一流的績效 成就市場一流的口碑 泳城國際投庫 擁有完善制度 Desease硬軟體設備 投資準確性及時效性 用心對待每一位會員 用經濟獨到的投資建議 我們是你永遠的依靠 我們是你用投資的不二選擇 泳城國際投庫 用誠信專業創造績效 一通電話財富翻倍 一通電話希望無限 泳城國際投庫 泳城國際投庫 入位專線 02-2563-9777 02-2563-9777 泳城國際投庫 你確定要和塵蠻一起睡嗎 全新Ariel抗菌抗蠻洗衣精 不只有效抗菌 洗去塵蠻 更能形成防蠻防護層 持續抗蠻 抗菌又抗蠻 雙重防護更安心 Ariel抗菌抗蠻洗衣精 全新上市 你的大小痠痛 交給我 長時間維持同樣姿勢 酸痛倒不行 好痛苦 就用普拿疼激勵 深入滲透快速有效 緩解痠痛不費力 快用普拿疼激勵 熬夜一天如水相生 熬夜是跟你的生理 跟週期有關係 它跟癌症是有關係的 跟我們上一班的人 身手越來越高一點 是因為她回來要嗎 因為我猜的 今天中午晚上六點 收集到全新工業 快一點 姐姐來幫忙 快一點 妳在幹什麼 趕快去上學啦 小丸子早安 我可能會錯過春天 小丸子 弟爷来了 为了让你闻到幸福的香气 爷爷又跑的 赶快闻一闻 等了又等的春天 终于来到小丸子的身边了 周一至周五 下午五点至六点 樱桃小丸子 赛中式 大人的内功果然深厚 我这无色无味的迷魂香 到现在才发挥作用 谁 干嘛您会做的 我是金像 我根本不认识什么金像 您现在贵庚 十三 十三 这是老熊练就的一颗清新丸 我为什么要吃这个 大师说了吃这个对身体好 不叫你乱跑 看什么看 看来圆不快 最近很喜欢以下饭上 周一至周五 晚节发展至十点 丝丝枇杀润后堂 锦衣之下 欢迎回到圣母大师 上个就让你跟各位分享 大盘今天 虽然出现了 大家不太乐见的震荡 尤其是电子的全职股 出现了开高走低 真的是比比皆是 传产的包括硕化 这些二线硕化股 表现不错 资金到底是主流转换 还是资金轮动 我的看法是轮动 所以各位你不用太悲观 为什么 因为大数据的分数 还是持续往上 每天在我们大事业化 都有给各位筹码的表格 所以这个 例如说金硕吧 外投本比 第二名 对不对 昨天嘛 是不是 这上礼拜五嘛 今天金硕继续往上 投本比呢 明安 他也第二名 所以投信 真的是礼拜五狂追 今天明安杀下来 还是要找买点 各位应该有注意到 秦凯外投本比和投本比 都是第一名 所以秦凯有没有涨 没有 拉回来是不是要找机会 大肆角色讯号出来 秦凯元月以后创新高 盘整完之后会不会突破 所以其实好股票 要趁拉回来机会进场 秦凯照表格里面 也是筹码相当不错的 拉回来找买点 这些资料 每天都在我大肆议号里面 我帮各位打造一个 专业操盘手的分享平台 你当然务必一定要加入 左边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边是LiteAd的QR Code 赶快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每天的筹码表格 晚上做功课 晚上来不及 第二天早上早上起来 做功课帮你找到 全市场大户 重压比例最高的标题 今天还没恭喜各位 来全国的妇女同胞 我祝所有的全国妇女朋友们 妇女节三八妇女节快乐 当然今天指数的震荡 很多同学们可能不开心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还是一样 可以找到好的标题来上车 当个股拉回的时候 你就找机会 在这里我的字卡找不到 没关系 今天来了有点充满 找到了 我刚刚提到了 明安反而还在追 投本比昨天第一名 拉回来找买点 大田反而也继续买 拉回来找买点 刚刚秦凯也是 金硕第二名的外投本比 第二名今天持续往上攻 这些都是好标的 所以你如果没跟上 如果各位你是专业的投资人 很简单的方法 把自负赢家决策系统带回去 就像我在你身边 帮各位做千挑万选的工作 如果你是上班族 退休族你不能盯盘的 盘中即时讯息带到 好股票出现好的买点 第一时间通知各位 好朋友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自负章线 成为自负赢家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